你給他100塊錢 你現在啃這個饅頭也不夠 喝鹽水 喝一個月也不夠 他們休小補路 他媽老著叫姑娘 叫了70歲 叫了一輩子 他現在七、八十歲了 他農田幹不動了 他吃什麼啊 日前在上海街頭 一位老人為農民 只有一百多元養老金名不平 根據沃寶網發布的2024年農民養老價格表 在中國31個省份中 安徽、麒麟、甘肅、湖北和黑龍江等 五省農民的養老金在110元至118元之間 雲南僅103元 而中共體制內退休人員每月的養老金 是農民的近百倍 7月下旬 一位大陸直播主隨機採訪 在上海某公園內休閒的退休老人 包括機關人員、交警、教師等 退休金每月都是1萬左右 退休金每月1萬多 退休金每月1萬多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楊麗雄 曾對中國經濟週刊說 公務員退休金每月1萬多 而農民才100多 還有的農民沒有養老金 怎麼生存 公開報導顯示 所謂的農民養老金基本是騙局 農民需要按月繳納養老保險 繳購15年 老了才可領取微薄的養老金 農民一直在交工量 在過去70年間 中共刻意壓低了農產主義的收購價格 讓農民來貼城市的工量 實際上農民財富早已經被中共當局給上去了 而農民養老金 自然應該屬於農民用糧食做貢獻的一部分